中间最后行 成都在这 这是成都 然后嘟嘟嘟一直走318到哪 一直到 拉萨呢 在那 到拉萨 然后再从这边转到 西宁转一圈回来 我头一次啊 头一次旅游买地图 因为这个地图有海拔高度吧 因为去西藏那边还是高海拔吧 我从内心还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之前去过一次嘛 有高反 严重了 今天说好的出发的 对不对 但是你看看我后面的背景 还是在我们小区里面 没动 完全没动 一毫米都没动 哎 为什么 剪了个头啊 剪了个头 就是为了出发准备的 但是因为有很多原因哈 看来这次 住进川径清出的 16天吧 16天还是15天有 还是非常非常的 不同 从这边的推荐路线来说哈 嗯 穿进清出也需要16天 但是他的16天是从成都开始算的 从成都走318一直到拉萨 然后呢再转 上格尔木或者那个无人区那块 然后再转到西宁 然后再回到成都 嗯 16天 还不算从武汉到成都的这个距离 所以还是比较赶的对吧 然后之前 屏幕摔了 屏幕没了 然后水淹了 两次是吧 这注定了一个不好的兆头 然后真的就有第三次 真的有三次 就不让我走 不让我走 记不记得我之前还说过我家 老婆孩子当时申请的那个护照 我准备跟他们申请 加拿大旅游签 我准备DIY对吧 前段时间拿到以后呢 我就开始申请 是16号拿到了吧 我就申请 我那个英语就很扎了 我还DIY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 自己在那折腾 但是说出去的话呢 还是得做嘛 我就用那个谷歌翻译 嗯 用页面翻译 但是在填DIY的时候呢 它很多都是 pdf文件 那个就不能翻译了吧 那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 我的天 很多就需要猜 里面要填很多表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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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然后还有 那个表它还会变 比如说我记得这个5727的一个那个文件吧 我之前下好了 我填好了 对吧 填好以后 我 把我孩子他们不是前几天才拿回来吗 然后我又下了又下了一遍那个表 我打开一看 你怎么发现和我那个表不一样啊 我之前的那个表只有两页 他那个表 有四页 然后格式也变了 我头大了呀 我又得重新去填 好 到了 出发前的一天 我终于填完了 我终于 觉得我办完事了 我就把它全部上交 上交给那个什么加拿大的那个什么官网上面 终于提交完了 我就想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十几天出去 回来 呃 可能在需要补交材料啊 或者什么的 路上我也可以办嘛 哪知道 十七号凌晨传的 当天他就给我发了短信 说他接受到了 好 没过第二天 十八号的时候 又跟我说 要我去打指纹 我的天我都准备出发了 他跟我说我要去打指纹 我要崩溃了 他那个打指纹和那个美国签是 好像是反的 美国签我当时是找的中介嘛 我把我的资料水平给他以后他填表 填表上交以后他等着 大概可能需要等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半个月吧 时间 他就告诉你要去面试 然后面试以后 然后再去打指纹 当场打指纹什么的 所以我以为加拿大那个签证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需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到三个月 因为我都网上看了 好像说那个周期还比较长 顺利的话一个月 不顺利的话两到三个月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比较充裕的 哪知道他第二天就要我去打指纹 这谁说外国人的这个 那个什么节奏很慢的 嗯 没有我们中国速度的 我感觉他们速度真的好快呀 就 每天都有更新 就感觉是每天都有更新 所以 这个问题啊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啊 就要打指纹 打指纹 嗯 这个事还是伟大嘛 所以 所以就这个 西部一人自驾一路向西的这个行程 就只能往后推了 还好 我收了一下 要打指纹 我们中国是有几个城市吧 几个城市里面是有可以打指纹的 我以为又要去北京 或者去成都 或者去广州 或者去上海 没想到 加拿大的这个打指纹的地方 武汉也有 哈哈哈 太好了 好久就往上去 预约 时间 本来是想星期一 也不耽误事嘛 晚一天就晚一天呗 哪知道星期一约不到 最早最早去 约到星期三 所以 星期三 打完指纹以后呢 在最早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出发了 就这么回事 你说 这真的是 多灾多难呢 还是上天不让我去呢 用各种理由阻挡我去 还是好事多磨呢 你看 这里有一个镜子 这个车里面有生活齐齐的吧 之前一直按着工作车的这个 嗯 工作一直在改 显示器没有了 这边感觉空荡荡了 增加一点生活齐齐 静子啊 这个车里面一直没有什么静子 然后包括这边呢 还有这个 挂毛巾的一个地方 增加了一个这个 挂毛巾啊 洗手巾啊 马桶纸啊 这个 一个挂钩 放下去 这也不会掉下来 有生活 这里还有 增加了一个气温表 这也是这几天慢慢做的 因为这晚了几天嘛 我那几天呢就继续 完善自己的这个行程 让自己不至于 那么那么的紧张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去干了一件事前 就是办了一个 边防证 啊 去西藏 某些地方 某些地区 是需要办 呃 边防证的 呃 我这一段 其实啊 如果说就从成都一直到 一直到拉萨的话 就走318 其实不需要办边防证的 但是呢 我还是办了 我想去感受一下到底怎么办 反正 也不要钱 这不要钱 啊 你就拿身份证去办 然后这办的过程中我发现 好像最近好多人在办护照 感觉很多人排队 旅游季就开始了啊 你看我都按捺不住嘛 他这里面写的啊 如果你去西藏 还包括新疆 都需要办边防证 就离边境比较近的地方 那些地区 你也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去的 你必须要经过审核 你比如说无犯罪记录啊什么的 呃 到派出所 呃派出所 其实不需要 我还是在那个 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办 有个专门的地方 它上面写的西藏的 自治区里面 它和内地还是不一样 它有这些地方 它是不能够去的 呃 什么三南地区啊 宁治地区啊 阿里地区啊 就是珠峰大本营 你要去珠峰大本营的话 你还是需要这个镇的 我看 时间允不允许 允许的话 我还是想去那个 珠峰大本营去看看 路上就放心一点 万一说明要绕到哪个地方去的话 哎 可能就需要这个玩意 是吧 这次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没出去 这段时间好像武汉市关于 呃 流感 流感好像特别严重 小学生那中中学生的高中生呢 好像影响蛮大 就这一波 医院说是爆满 这两天小孩也 不舒服 在家住 在家休息 说是头晕吧 然后她那个妹妹 我老婆弟弟的孩子也是发高烧 同事的孩子也都是 很多是学校都一半的孩子都在家休息 玩了几天出去其实也蛮好 在家可以照顾一下孩子 让她把车子呢 就完善了更好一些 嗯 再想想还有什么需要购置的 不至于那么匆忙 然后再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行程吧 总体来说现在 那个西藏318线还是比较危险的 嗯 现在还在下雪我在看直播嘛 当地的直播 那个哪个山上现在还在下雪 嗯 就是林芝那个 南加巴瓦 瑟秀拉山 好像那个地方还在下雪 所以晚几天去可能 会不会哎 就不下雪了呢 是不是 我是这样想的 就这样了 嗯 新三和老婆一起去吧 一起把指纹打了以后 应该就是看一下要么下午出发 要么就是 新市出发 就这样应该再不会变了 再不会变 因为我的假期都是定好的 你不能说随意的随意的去变嘛 说好的那个时间 你就必须得走 公司也有规定啊 你不能说你想走就走 还是得工作有个调节安排 是这样 所以应该是 不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吧 我想 我想啊 我想啊 难道难不成 这次就真的出不去了吗 啊 不可能吧 哈哈哈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回去照顾我的孩子 很 等会要带他去那个 医院去 要开个证明 因为他要明天要复课的话 明天要复课 老师说 必须在医院里面开一个什么 甲瘤 就说你不是甲瘤的这样一个证明 才能回到学校去上课 然后 好像做那个甲瘤 好像跟原来做那个核酸好像一样的 也要捅鼻子 可能是那个试剂不同吧 反正都是捅鼻子 最后出一个结果 终于呢 就跑上来 就趁这么一短暂的时间 跑到车厂里面再来看看 然后再和大家 说一说啊 我现在的一个情况 免得说这两天 一直不更新 你都咋地了 哈哈哈 从武汉到成都 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哈哈哈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